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次呢我们还是来讲马云的故事 重点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庚子年的这个问题吧 首先来说这个大运还是鸡毛大运 这个鸡毛大运就是销声多士 销声多士 首先是跟月就是天和地会 天和地和 所以说广泛的这种合作啊 兼并啊 他的这种互联网的版图越来越大 但是本身是销声多士 对不对他的思维是跟不上的 所以我们说京东啊 在这个拼多多啊 这些后期之秀啊 就开始围剿这个阿里巴巴 同时代表马云自己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嘛 就比如说庚子年来了 庚子年我们说一般的来说啊 甲木生在虚域啊 透出甲木啊 要用耿金来批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伤官透出了 他自己是有个伤官批的格局 这个格局是不能够被破的啊 因为一旦破了之后伤官就无致了嘛 所以说这个耿金批甲木 就跟2010年的耿金年是一样的才华硬 他就出问题了啊 马云那可能早有预感 所以说在几何年的时候就退休了 但是你并不是说完全退啊 你完全退了之后你不再出现了 那可以是吧 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嘛 所以说就在庚子年的秉须月耿子日啊 你会发现这个月份还是挺奇怪的啊 这个月份也就是一个秉须月啊 是一个结彩月 结彩代表什么小人是吧啊 你结彩会刻耿金嘛啊 然后呢耿子月耿子月啊 你看流年是耿子啊 日子也是耿子啊 你看他就非常巧是吧 两个耿结就能够批两个甲木 所以两个甲木一个也留不下来啊 留不下来 那么就导致这个伤官 这个务图他就无治啊 所以说就啊 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啊 当然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都知道啊 马云是彻底的跌落审谈 当然这次流年不利啊 也有大运这个销声多时的作用啊 就是大运吉某销声多时的作用 所以说呢 他这次啊就差点就是可能说失去人身自由嘛 是吧啊 所以说跟大运也相关啊 上次大运可能还没这么严重啊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流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大运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但还有一点就是啊 形式的发展啊 就形式的认识不清道是的啊 比如说之前的时候 马云说啊抨击银行啊 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变银行啊 就引引来了这种 这种鼓励的这种感觉 大家都有他鼓掌是吧 啊作为颠覆者出现 现在他同样的话再说出来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形式发生了变化 大运也不一样了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啊 看清形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赛杰克呢 我们在讲马云的后续啊 在这些流年大运 问他他将来是能够付出吗 啊还是说将来还会再有灾难发生 我们下一节课来揭晓 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